首先,所想局是一个下聚数据 通常在马克节7点之后就可以下聚了 如果今天忘记了下聚,明天最下聚都可以 下聚的时候,它就会按下聚数据 它就会自动更新新的数据 通常7点,不过6点半之后,通常差不多就出来了 等它更新完 更新好了之后,单单可以加聚 加聚完之后,我按左上角 你看这里有马来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 三个市场是数据的,一般不用按下聚数据 下聚完之后,它就跳出这个课程公告 这个课程公告,在左上角有一个送试公估 然后,课程公告一按,它就出来了 这个是这样的 打开软件,它就这个版面这样的 然后,香港站在旁边的图形方式按下去 按了之后,它就出了阴阳组了 我直接打电话,比如说007005个电话 或者是,比如说HSI 导致就是INDU 就是这个,INDU就是杜瓶斯指数 CCMP就是纳斯特克指数 如果不记得,就在这里有一个红情流林 然后有一个全球指数,它就出来了 在右下角,这里有一个数据 加号,放低,按号,缩续 加号,按号 或者是按键盘上的F11 F12也可以的,键盘 然后,左边有一个数据的位置 左边,周线,月线 周线图 月线图 日线图 就出来了 出来了 出来了之后 来,中间这个叫TE指标 下面这里叫MCD 我已经帮你设定好了 如果想举例,比如说TE 我想放在上面 按右边的网 网白天王 TE 它就会出来了 如果想放在中间这里 放成MCD 直至键盘打MCD 按Space 就是那条最长的空格键 按一下,再按Enter 它就变成了MCD 回到那个吹射网 TE 按Space 就是键盘的那条最长的键 按一下,再按Enter 就是确定 它就出来了 这个我已经返复了 下面绿色的蟹火 红色的帝户 黄色的装夹 中间这个T吹射 只要右击一下 它就有一个说明书 当然,吹射网 粗的这条线是中期方向 绿色代表中期向下 紫色线代表中期向上 绿柱 我放例子给你看 这个绿柱代表是短期 就是红转绿 就是短期断 变成了下降走势 一般这个位置就要走走 就是红转绿叫我们走走 就跌下来 我们发现 这个吹射网 它的绿柱是缩短了 缩短 等它转到红色 就是下次进货位了 但是我们有些方法 比如HSI 你看 通常它跌得比较多的时候 就是跌得比较多的时候 我已经帮你安装一个方案 就是送给你一个方案 按这里 有个讯号 观察讯号 讯号 按下来 还有WiFi 按下来 按左边 然后观察讯号 按下来 按这里 有个确定 确定 然后它就出现 这个蓝色讯号 蓝色对表是释放风险超跌 蓝色消失要收容足 蓝色消失要收容足 蓝色消失要反弹 蓝色消失收容足 我买入 就有反弹 蓝色消失收容足 咦 又可以买入了 最后这条蓝色的最低位 就是置识位 置识位 置识位 之前很多次 蓝色消失收容 这里反弹了之后 跌了下来 留到蓝色最低的低位收容 又站回来 继续买入 上升 这个位置出现了 蓝色消失收容 明天就是一个入货 但是呢 T微转红色 这个位置只能够少住试下 少住试下 少住试下 这个就是 观察讯号 所以可以負Steel illar的即选拝 这里 因此 0000005 记得 答25个数字 才会开 再开 为 thing ом o 不小心留下 通常出現什麼時候呢? 出現了上升回落中出現了藍色 或者是跌得比較多 然後在火一路減少 那它怎樣呢? 它就會出現這個藍色觀察信號 你去進入,成功率就高很多了 包括你看,藍色特克指數 它都是藍色觀察信號出現 等待它消失修容才有反彈 能消失修容反彈,修容反彈,修容反彈,修容反彈 成功率是比較高的 好了,這是一個基礎的操作 你先學會這個操作 然後有什麼不明白,你先問我 或者反覆看這段影片 你熟悉了之後,我再升課堂給你 還有呢,通常這個課程公告 星期一,星期四,星期六晚刻都有的 如果你錯過了和我說的 就會升課堂給你 這個是會員堂 好吧,先這樣 交換到來 明天 bar